大家好,我是SAMU 我們這部影片來教大家透過滾筒來放鬆你的胸肌 可能現在能久做啦 再加上訓練上的課表可能有點失衡 所以導致你的身體的前身會有點緊繃 那我教大家如何透過這個滾筒來放鬆這個胸肌的部分 那其實你可以把這個LOGA前面 想成就是一個按摩球 前面的頭想成按摩球 那這個頭的部分要放在哪裡 你把它想像你找出你的肩膀 肩膀跟乳頭的中間 肩膀跟乳頭的中間把它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然後放在這邊之後呢 你可以讓它左右去按壓 慢慢按壓 你不用力道要很激動要往下 身體要往下壓 不要身體要很用力往下 你可能會有挫傷的情形 你就慢慢的往左右按壓 那來回個十下 那來回個十下之後呢 你可能會覺得有個地方比較緊之後呢 我們就會選擇活動它的臨近關節 比如說我們可以做肩膀這個動作 這樣慢慢做 藉由這個肩膀的活動呢 我們來刺激你按壓的那個點 你可以來回做十下 然後前後也可以做 然後你可以畫圓 畫圓 畫圓 就有肩膀的活動 來刺激這個按壓的區域 就大概來回十下 那做完之後其實我是會建議啦 你滾頭按完完之後 我會建議你做一些活動 做一些活動 比方說你可以做 貓牛式 比方說做貓牛式 慢慢做 因為我這次是說明 貓牛式 然後可以做胸椎轉體 胸椎轉體 做胸椎轉體 做胸椎轉體 每邊做完 可能做十下 或者是說你可以去活動你的肩膀 像是下犬變成平板式 像是這樣 把下犬 或者是做毛毛蟲 毛毛蟲 這樣子 所以除了做滾筒之外 基本上如果你覺得緊繃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動態伸展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依照剛才教的方式 透過Loga的頭 去按壓你的肩膀跟乳頭的中間點之後 去左右按 按完之後 它活動臨機關節 按完之後 你可以去做一些動態的動作 像是貓牛式 兒童之胸椎轉體 平板變下犬 或者是做毛毛蟲 這些都可以去促進它 胸肩頸的血液循環 你會覺得緊繃的狀況會比較改善 以上分享